閃線為什麼就用了 速戰速決吧 他們活不長了 游走於刀劍之上 天天每年都反場嗎?應該 不是吧 有些人 只有傻瓜才會為融化 享受鋼鐵 有些人 盾这么好 二断W盾都活不了 不是吧 呵呵 完了 疯狂起来了 我这边可能也要被暴女院了 他们这样死的话 无处可藏 游走于刀剑之上 刀剑得起来了 他沒法學 就算了 多拉扯 不要被他續封 宋改宋局吧 壓力這麼大 游透渴藏 假裝殺暴女 其實要殺這個1000塊的ADC 直接拿下W產QA 瞬間爆殺 還剩一個兄弟 拉扯他拉扯他 能追到嗎 笨刷 那你要推現能力的話 那只能用提安瑪特 用提安瑪特就失去了相位的機動性 脫節奏之後後期相位就是一個 缺傷害的服務 你必須要前中期就開始帶節奏 拿到一些人頭 抓到一些人 這樣可以搭配上你的拉扯能力 後來就很刮傷 我還沒閃 哼 迷路啦 刀死了 化妆刮死了 不用怕 先勾引 他跳过了我们翻墙 他打不到QRA再回来补掉 死了 一切都在我们计划之中 放心 刀该会兜底的 过盾这波直接破了三箱啊 刀死吧 刀死了 当下 01中了 因此而已 要防守防守调牙 刀キャッ TEUNE 注意定场实践 冬冬倒地 击波 OK 左边的拉满 右边的天才阶 是不是以为这把输了 炒分大事局 我行 你也行 轻松都底